当人泪尽入永远的 归宿中的时候 人就都敬拜造物得住 敬拜造物得住 迎着人经过被拯救 进入永世之中 所以人也不再追求什么目标 更不用担心有撒旦的围攻 这世人都万分收紧 都记忆自己的本分 即使没有刑罚审判 人也都各进各的本分 那世人的身份与地位 都成为手造之物 再没有什么高地之分 只是锁尽共用不同罢了 但愿人是活在有曾有此地 人类合适的归宿之中 人都是为这敬拜造物得住 而各进本分 这样的人类就是 永世人类的归宿之中 那世人所得着的旧事 神光照的生活 神看古的生活 神保守的生活 人与神通生活 人类在地上有了 有了正常的生活了 全人类都走上了珍贵 六千年的金银计划 彻底把撒旦打败了 也就是身在地上创造人类 又恢复了人缘有的形象 这样就满足神缘有的 神缘有的心已留 这样就满足神 缘有的心已留 六千年金银工作结束时 整个人类在地上 在地上的生活才正式开始 人类才有了美好的生活 这才恢复了起初造人的目的 恢复了人缘有的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